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8月6号 任意明年7月初九 7月流活 真热闹 上次聊天我们聊了台海的事情 其实是不幸而严重啊 不知道该高兴或者是亦或是不高兴 好在平台上的朋友对结局是有思想准备的 当然总体上来看还是不错的 有战略定力处理得到 看来北京还是有高手的 所以在重大的问题上非常老道 处理得非常好 为他们点赞 当然 虽说我们在哲学意义上 获得了一定的 拓展了一定的治权 就是我们拥有台湾的主权 但领空和领海的治权 我们一直比较的谨慎 这回我们拓展了我们的领土和领海的治权 这是了不起的胜利 大体上我看世界也接受了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样一个逻辑 当然这个逻辑远远不止于台湾台海 它实际上 它实际上昭告天下中国海岸线向外推东风17导弹的射程之内 都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 在这一点上通过这次台台湾的这次的这种较量和博弈 我看周边的国家包括日韩甚至包括东盟 从此有了崭新的概念 虽然西国一期抗议 但一期的抗议本身就是对势力范围的一次确认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处理得当处理得好 能将中美关系跟两岸关系分开处理 表明了很高的哲学水平 好 今天侧重点不提两岸关系 虽然演习还没结束 博弈仍然在继续 但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哲学高度和历史纵深就可以了 同时我们也在高度关注后续的情形的发展 因为毕竟这不单纯是个哲学问题 也不单纯是个历史问题 它涉及到非常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的权益 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的博弈 我倒是很在乎曹星成的表演 台湾半导体的第二号人物 他的表演 可能代表了整个台湾半导体产业当家人们的一种思考 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深思 好吧 我们将来有空再聊这件事 今天我们是正式课通论的第十讲 就业通论与劳动价值论 为什么要讲就业通论 因为我们这个课既是有它的一个内在逻辑 也跟现实紧密相连 就是我们再次涉及到启动就业的问题了 这两天奉北京的一个老朋友之邀 写一篇东西 这篇东西就是关于中国逆周期的可能性 就是中国的经济有没有可能逆周期走出一波像样的行情来 那么需要有一个论证的过程 我在做这件事情 那么既然讲就业通论 为什么又扯上劳动价值论 我说说我的心路历程 其实在读资本论的时候 我对劳动价值论就有不同的思考 我记得我反复讲毛泽东1958年带人去读政经学教科书 后来邓小平在小平小道上的思考等诸多事情 我还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的想法到现在也没有时间去落实 就是劳动所得与资本利得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首先我认为劳动所得一般不等于劳动价值 就是所得可能是劳动价值的一个子集 多数时候它不会超越劳动价值本身 因为你要是不留剩余价值的话 那么资本利得从哪来呢 所以我一直在想 既然有了劳动价值论 那么我们应该是不是也写一本书叫资本利得论呢 这是作为年轻时候的一个想法就扔在那个地方了 其实没有人来很好的来写资本利得论 资本论里边对这件事情有涉及 但怎么说好呢 不够系统 需要有人做一个深刻的整理 劳动所得与资本利得到底应该是个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句话很重要 第一句话是它是共生关系 资本利得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劳动所得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 劳动所得与资本利得应该有一个动态均衡或者动态平衡的过程 社会主义在1958年毛泽东思考的时候已经逼近那个真理了 但后来邓小平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方法论的层面解决了问题 但仍然没有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 我们在处理通论的整个这部书的时候 不是处理是阅读和理解不能叫处理 可能我做了点加工 所以我不应该用处理这个词 不够尊重 不够尊重 应该叫 好吧 等想好这个词再说 整部的通论 准确的讲 就是为了解决经济危机中的经济停滞问题 其中侧重的点就在就业上面 那么凯因斯是怎么思考的呢 这里边哪些东西对我们有意义和有启发呢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凯因斯的 我们今天讲的这堂课涉及到凯因斯通论里面的第四篇 也可以翻译 也可以翻译 引导或者是投资诱导或者是投资引诱都行 我觉得叫投资引导比较好吧 第四篇的翻译 它是凯因斯通论里面第四篇的第十八章 它有一个它的题目叫就业通论提要 这个通论提要它写了三个部分 我反而觉得在其他的部分里面涉及到就业通论的内容可能重要一些 但我没有办法全部梳理出来放在这儿 我只是拆开聊聊几句 因为我想太具体太细致了 这课也就没法听了 好 我们先说一下就业通论 什么是就业通论呢 就业通论就是关于就业周期性波动的理论 请注意是周期性波动的理论 产业司在寻找就业有规律的周期性波动的原因 现象和它的可能处理的方法 整个的通论 重点其实是想通过运凭经济危机来解决就业问题 我先说一下逻辑过程 就业的周期性波动是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波动高度吻合的 我们在讲资本论的时候讲了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的理论 就是在在讲资本论的时候讲过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的原因 经济危机的规律 经济危机的四个阶段 我们都讲过了 那么凯因斯是对马克思研究非常深刻的 他这个就业周期针对的就是经济危机周期 那么凯因斯上来就把萨伊定律批评了一次 就是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 市场会自动修复供给需求的关系 所以有市场就可以了 不必要人为的干预这个过程 后来凯因斯发现供给需求自动平衡的过程出现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破坏力极大 就是供给需求由市场平衡的时候破坏力巨大 我上次说过英国在大萧桥的时候 70%以上的人失业啊 很多人包括美国在内居无定所 这个营养不良 整个的人的平均寿命降低在10岁到15岁之间 非常残酷的 所以他觉得这个代价太高了 由市场来平衡 第二件事情周期太长 这个大萧桥一个周期有的时候 长达十年之久啊 他对经济的影响破坏是非常深刻的 一个是破坏力巨大 一个是周期太长 这两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凯因斯发现 经济危机是国家竞争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谁能应对经济危机 谁就能在国家经济这竞争中获胜 三件事情注定了凯因斯想找一条路来解决 来破解经济危机的问题 当然当他写通论的时候 他的立足点不在于经济危机的本身 而在于解决就业问题 为什么要解决就业问题 因为就业的本质就是有效需求 实际上就是通论的本质就是有效需求决定论 解决有效需求问题就必须从就业入手 在讨讨就业周期性波动的时候 凯因斯使用的工具 仍然是那三大心理定律 我再重复 反正我们老是重复这三大定律 我估计大家也都差不多应该记住了 编辑消费倾向递减第一定律 资本编辑效率递减第二定律 流动性偏好第三定律 我知道你说这三个是懂非不懂 那么我怎么来理解呢 我在前面加了四个字 由微观直接进入宏观 可能是我思考问题的一个方法吧 因为我学财政吧 我把凯因斯第一定律加了四个字 国民收入编辑消费倾向递减 我加了国民收入 由微观进入宏观 你立刻就看明白了 我重复 国民收入编辑消费倾向递减 第二个 这个加的不准确 但是我想启发你思考 就是资本编辑效率递减前面 我加了国有资本这个字 国有资本 资本编辑效率递减 这下你懂 在国家资本主义 与社会资本主义混合资本主义的时候 社会资本有编辑效率递减的问题 国有资本有资本编辑效率递减的问题 同时存在 但国家资本有承担使用 国家资本在特定的时候 可以承担一个历史性的使命 就是它可以作为电运导 运贫经济危机周期 听明白了吧 一会我们再讲测论的时候 要用到这个东西 流动性偏好 我在前面又加了两个字 国民流动性偏好 它不是一个个人 不是个社会 不是他国 是国民 嗯 这课呢 等我讲完以后 文字版出来以后 大家可以再仔细看 因为这里边好多内容是 我说的是马克思和凯恩斯的东西 但我加进去了我的思考 我不应该用处理这两个字 我应该也不能用加工这两个字 找不到合适的词 再细化 我们讲这个就业周期性理论的话 就业通论里面这个就业周期性波动理论 我们来看一眼 我国的就业周期 我国的房地产周期 是个什么关系呢 请注意 请注意 我国的就业周期 与我国的房地产周期 产生了某种深刻的协同 这个深刻的协同 是自然现象吗 北京的朋友为什么让我写那个东西 他说他们 当然北京这个朋友也是经济学修为很深的一个朋友 他说他们到这儿就不敢往前说了 这到底是 这到底是境外资本操纵的呢 还是我国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上面出现了某种的误会或者是失误 如果存在境外资本的操纵或者是我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失误 那么在哪里 能不能 调整 调整的之后 我国可不可以在今年的第四季度恢复到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逆周期走出来 这个对中国的意义 非常之重大 但这又是一个理论问题 又是一个实操的问题 大家想不懂 想不懂 我也想不懂 但我不是要备课吗 我就一边备课 一边跟你们聊天 一边一边来把这个问题 试着解释一下 今天对我国老百姓来讲 我国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房价是必然联系的 我国老百姓的资本边际效率与房价是必然联系的 我国老百姓流动性偏好与房价是必然联系的 房价是自然现象还是个货币现象呢 如果是货币现象是由境外资本操纵的货币现象 还是由我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操纵的货币现象呢 我个人认为是操纵的结果 它不自然 尤其是时间节点 它不自然 证据呢 2021年 我国金融研究 金融研究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刊物 第九期刊发了一篇重要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 中国的利率体系与利率市场化改革 他的作者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义刚同志 我建议大家 有空好好去学习一下 义行长这篇文章 义行长在这个时候讨论了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问题 利率市场化改革 与房子 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市场化呢 你现在懂我为什么要谈劳动价值论了吧 劳动所得和资本利得的关系是个什么关系呢 财政政策而言 劳动所得的增加 就是直接税上了之后 劳动所得受保障 资本利得受压抑 间接税为主体 劳动所得被剥夺 资本利得受到保护 这是财政政策 对劳动所为资本利得的关系的调节 那么金融政策对劳动所得和资本利得的调整在哪里呢 两个一个是汇率放下先不谈一个是利率 那么利率是怎么来调整的呢 那么我们要谈 此次凯恩斯说的流动性偏好什么意思呢 实质正利率如果在三以上人民群众倾向于存款 如果实质利率是负的 而且接近十人民群众不敢存款六个钱包去买房子 这就是流动性偏好 流动性偏好决定了编资本的编辑效率 资本的编辑效率决定了有效需求的方向 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行长说利率市场化他的意思是利率不应该是我制定 也不应该是央行制定 应该是资本合议的结果啊 很美好的事物 比如说自由 比如说市场很美好的事物 我在讨论哲学 在通过哲学的角度来讨论自由的时候 我说过中国古文里面没有自由 这两个字为什么没有 因为自由意味着你的自由意味着别人的不自由 你的斑马线意味着 汽车的红绿灯好不好 绝对的自由就是绝对的奴役 市场这个东西如果允许和放纵市场自由交易的话 他最终的结果他只能是卖儿卖女好不好 所以一切的自由和交易都有他一定的规则和一定的底线 利率也不例外 我今天呢 不想花太多时间评论 我国这几年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方面的失误 我更不想讨论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以境外金融资本 对我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控制 他引致的我们的流动性偏好的变动 我只是想说这一轮的就业周期性波动是由房地产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的 而房地产的周期性波动是由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造成的 而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成型是由境外资本操纵形成的 我这个逻辑大体上是这样 你要说如果说论证仍然不够深刻的话 你就帮我再补充再深刻 这里边我想补充一个小的事情 就是中金 中金的年的工资支付超过了100亿 人均还有4000多人 人均是217万 我的好朋友在哪儿大概是年薪超过2000万 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以前说过我们的同志们 领导同志们的孩子 连官都不愿意当都去哪儿金融机构 其实它是有原因的 而这些金融机构 其实在市场化的过程中 形成了对金融政策的 或者是金融资源分配的主导性力量 它构成了我们的房地产周期和就业周期 好吧 在这里边我想再拔高一点点 再拔高一点点 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合适 但我想了反正是既然是要讲这堂课呢 就稍微的深一点也不为过 反正讲错了 大家批评我 其实我在很多时候 都是在你们的帮助下不断的进步的 我想说我们的房地产周期已经将人民币的性质逆转了 我跟我的好朋友一直在说我们现在的人民币是地租人民币 我们的地租人民币要向高能货币转型 我在那篇文章里要四处写到金融问题 地租人民币要向高能货币转型 是我们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 在境外资本的遥控下 将我们的人民币变成了地租人民币 地租人民币一旦形成一种制度性设计 它很难转身 它必然导致我们所见到的就业周期的波动 我这里边还是在想重复历史 我这个讲了一遍又一遍 但我想再重复一遍 因为回到历史中一看 我国1994年由这个楼基伟同志和一些同志 这个独岛下进行了分税 分税制 形成了土地财政 地方财政变成土地财政 开始形成地租人民币 1995年在一行长 1995年当时还不是一行长 当时一刚统治 他们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些统治们 主导下形成了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的联系汇率 恰是94和95年形成这个东西 形成了地租人民币 到了2014年 阳帝是合并 2015年脱钩 但地租人民币问题没解决 所以1415年之后 地产周期仍然在延续 看到了没有 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地租人民币 转成高能人民币 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 而整个的这个过程 会导致就业的周期性波动 老实说我同意北京朋友的看法 他说应该让这个国内的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 听一下你的这堂课 可能对他们会有帮助 但我想这个可能性等于零 因为我国的领导同志和我部门的领导同志和我国部门雇佣的专家和学者 他们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思考 因为这样的一个思考 任何重大的哲学思考都涉及到对历史问题的 历史问题的思考 它容易形成某种结论 所以这个对很多人的精神压力是达到无法承受的程度 好 我们回到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我今天不再展开讲了 你们有空可以去查一下子 就是我讲资本论的时候讲过劳动价值论 而且我们用了一堂课的时间来讲这个事情的 劳动价值和劳动所得是不是一个概念 劳动所得在多数时候它是不等于劳动价值的 在极少数的时候劳动所得会高于劳动价值 极少数的时候你们见过没有 我见过我刚才举的中金的例子 人均217万年收入 劳动所得可能这4000个人里边有一个人两个人值这个价钱 可能多数人不值 那么有些劳动所得远远高于劳动价值 它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有些劳动所得远远低于劳动价值 很多人不大能够理解劳动所得与资本利得的关系 那么你能理解金融机构的劳动所得和非金融机构劳动所得的差异 你大概其能理解金融机构的劳动所得与资本利得的关系了 为什么金融机构的劳动所得可以远远的高于它的定价远远高于普通职位的劳动所得 是因为资本利得的定价被社会认同被政府确认并成为可能 读资本论和通论就一定是社会主义者吗 我看不一定 习近是左翼吗 我看大部分的左翼的同志是不读资本论和通论的 但任何一个做学问的人都应有良知的 这是良知 这不是主义 这不是宗教 不是主义 甚至不是学问 它仅仅是良知 如果我们不懂得尊重劳动 我们今天来讨论 就业的问题就显得很荒谬 很荒谬 因为我说了凯英斯是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 他通论里面的第一句话 第一个暂时就是就业 然后是利息 然后是和货币通论 凯英斯太从 他把该绕开的都绕开了 我在这里面讨论劳动价值论里面 侧重点是要谈劳动所得和资本利得的关系 我们不是想谈劳动所得与劳动价值的关系 这又涉及到一个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了 我给这个太远了 今天不讨论 是讨论劳动所得与资本利得的关系 为什么要讨论劳动所得与资本利得的关系呢 因为劳动所得与资本利得极度扭曲之后 那就是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的周期就是就业周期波动的原因 而经济危机为什么有经济危机了 就是资本利得被严重的夸大 为什么资本利得被严重夸大 费血经历M太多了 钱太多了 V太苦了 它必然表达为两样东西 一个M1 P1 Q1 就是资产的价格 泡沫 股市楼市 P2 Q2 商品的价格 通货膨胀 就是资产泡沫 通货膨胀 合起来就变成经济危机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经济危机的过程 凯因斯写这本书 他是想拿电运的 我刚才讲的第二个部分 电运斗 像运平这个危机 而我最近写文章在想 也是想那电运斗怎么用 能够让我国能够出现一个跨周期的 跨逆周期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调整出来 嗯 为什么国际金融资本一定会在他国 在本国制造不制造危机 有的时候不好说 但一定会在他国制造危机 而制造危机的过程 国际金融资本一定会操纵 那个国家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 因为国际金融资本在像我国这样仍然有着资本管制 甚至有着一定的经济主权的国家 就是我们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并不是一定掌握在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手上 他们只能通过一部分的人和一部分的政策的控制来实现危机的过程 就是比如说帝都人民币的周期性波动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过程会制造大量的财富 海量的财富 而这个海量的财富在通过资本的流转 形成韭菜 形成他国的本币的强有力的支撑和确认 说到这儿其实挺难受的 说的挺难受的 因为这是个大灾瘟 这是个大灾瘟 那么我们国家 像我们的国家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的 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的 不但有专门的部门 甚至在公安部门还有专门负责保卫的部门 但是它是财政安全和金融安全 它是国家安全最核心的部分 它远高于国防安全 非常麻烦也非常遗憾的是 在这样的领域里面 讨论问题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大家不敢问这个问题 因为大国兴衰 貌似是军事斗争 外交的斗争的结果 不要像台海风云 其实不是 其实是 在新殖民主义环境下 就是通过资本殖民的方式来通过经济危机 通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的波动来完成财富转移 这是个大灾问 问的会让每个人痛的 其实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 我现在写纯经济的文章 有时候写 写到最后就不太好 落地 我就很佩服凯恩斯 他不说政治上的术语 但我这里边想提八个字 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反帝去职 第二句话是破门出法 其实帝与职 这是两个概念 反帝是我们看得前的帝国主义 我们看得前这个佩洛西看得前布林肯 那是帝 职呢 职在哪呢 职 在金融研究2021年第97里面 职 去职难吗 难 因为读不懂 帝能看见 职看不见 反帝去职的工作 很难 你要是说在编辑消费倾向递减 在资本收益递减 在流动性偏好里面 反帝去职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你翻脸 因为你在说什么呢 其实 第一经济主权是财政主权 两个是 税从哪里来 钱到哪里去 你看到 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编辑消费 这是不是资本编辑效益递减 这是不是流动性偏好 我重复 第一主权 财政 税从哪里来 钱到哪里去 难道这些事情不影响编辑消费吗 不影响资本投资收益吗 第二权 金融主权 我们看看金融主权的内容 A 资本 资本收益率 资本利得 B 流动性偏好 为什么他去地产 为什么他不去芯片 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地产 地产 为什么形成了高收益 持续高收益 持续20年的高收益 高收益到100倍的规模存在 我们有的时候讨论金融的时候 不一定会讨论到资本积累率 但我们讨论GDP的时候 我们就会相信某些 某些现在最火的经济学家 说的什么结构经济学之类的 就是你什么样的结构 你什么样速度 你速度上不去了 结构问题 他不谈资本积累率 他当然也不会谈有效需求不足了 后来我知道是他们读不懂资论论 读不懂通论 我以前认为是这个人品问题 后来好多人说 卢先生你可能搞错了 他也不一定就那么坏 他可能真不懂 所以他就变成结构了 因为造不了这个得随高度 他就只能是看到结构 也有道理 但资本积累率 他对应的资本积累率 对应的就是投资 GDP对应的是制造业 有效需求不足 对应的是劳动所得递减 而劳动所得递减 对应的就是实业和通货工程 我说到这儿 其实今天我们讲的就业通论里边的 底层逻辑和它的形成机制 大题上说出来了 我希望整理文字的同学分段稍微细一点 书有可能加校标题 好多朋友说我这课 特别是正式课的时候走得快 有时候弄不明白我再敢说 那么我希望你能够反复的看 自己把它进行分段和加标题 这样的话可能会好一些吧 在讨论 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愿意再谈一下 就是案例吧 我再想谈一下香港和日本 香港和日本 香港是非常经典的 这个资本的流动性偏好出了问题 他就是在1983年联会之后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土地三土地附件出来之后 合成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合成秘密 导致香港 所有的资本进入房地产领域 房价翻了 在到97年的时候 十多年时间翻了大概百倍 这样的话 它整个的资本的流入特定的领域 它又出现了两个 一个是资产价格泡沫出现 这样的话便于英国人套现 因为所有的土地实用权大分 因为是殖民地 在他们手上他们完成套现走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产业偏了 香港的原来的制造业四小龙了 那么强大的制造业没了 因为资本利得都在房地产贷太高了 工业的资本利得太低了 流不住了 日本的教训85年 比香港晚一年 英国人先动手在香港 实随之位 美国人在日本同样的道理动手 因为殖民地 香港是大英帝国殖民地 日本是美国的殖民地 守法完全一致 前两天我香港的同学找我 我说主个团队 一个团队把香港写出来 因为这个流程把它弄清楚 理论说清楚流程弄清楚 你才能解 不是香港的问题解释 现在因为你解释到2014年和2019年 就挖声一片 他就理解不了到底香港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 哎 的确是帝国主义捣乱 帝国主义的捣乱 它不是派特务来捣乱的 它是政策制度和政策捣乱 你抓特务 它是不行的 要清算 那就得清算到这个位置上 才解决问题 好 细致的例子我也不举了 大家有空自己去梳理一下 那么如何来解决当下我国现在这个现状呢 那么就是我国按照卡因斯就业通论的逻辑 我国应该如何来增加我国的就业的水平和劳动 劳动所得 在这里边呢 我呢 再加一点内容进去 我想谈金融的本质 金融的本质 按照西米尔用哲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讨论的是资本的时间价值和资本的空间价值 我们今天侧重讨论资本的时间价值 资本一旦不流动了 停滞下来 M乘以V的V停顿了 资本的价值 就是他一旦不流动了 他的时间停滞下来了以后 他的资本沉没了 资本的价值就趋机于零 M还在 V没了 资本如果不能有序的通过某种方式构成 创造价值的行为 劳动价值论 那么他就不会变成劳动所得了 卡因斯通论里面 大概提出的方案 我总结了一下 应该如价三个部分 也构成我整个的策论里面的一个基础 我不介意在今天这个课堂上讲出来 我也不介意朋友们去以此来写文章写报告 因为只要对国家好 你有渠道能表达 也许会更好 也许会更快 总之解决问题就行了 经历了大萧条之后 凯因斯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社会资本在大萧条期间 不愿意流入低资本利得的行业或者产业 而社会资本不愿意流入的低资本利得 甚至无资本利得的行业或者是产业 恰恰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和行业 所以凯因斯他是主张用 用开头时候讲的国有资本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来启动在时间上 短期看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但是长期看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行业或产业 在启动一般社会资本不愿进入的产业和行业的同时 资本就会雇佣劳动者形成新的就业 水循环系统的提出就是依据这样的个理论提出的 为什么坚决反对当下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 因为他们不能跳出资本的时间价值的这个正确的判断 他们的判断是你要救救房地产 救谁谁谁发展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懂得有效需求的源泉 与资本利得的源泉有时间差 不一致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寻找国家非常需要 整个的经济结构非常需要 而社会资本不愿意进入的领域 国家资本在经济处于萧条的时候 大规模进入 增加劳动者的就业 增加有效需求 很多人说发钱 直接发钱 直接发钱 你是想干什么 你是想照顾老百姓 错 发钱的结果 在旧有的地租人民币的逻辑上面 资本利得只有在特定的领域和行业才能赚到钱 一个是地租 一个是数据租 你发钱的结果 钱就是流入这两个里边 你是在救资本 在救资本家 是2008年美国人的做法 要多坏有多坏 这个教授姓姚伟大的 可能还成为下一间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 真坏 有些人好像要对老百姓好 但是大家不要不要当真吧 必须以公败正 必须在这个时候启动水行 启动一个未来可以带来高收益的行业或者产业 来启动以前从事房地产的那部分劳动 形成新的劳动所得 这个劳动所得间接会有利于它这个时间上的价值 会有利于解决房产房地产问题 而不是直接解决任何直接解决的思路 不是不好 我以后会讲还有解决的思路 看在就业问题上你必须清楚就是怎么办 好第一个部分谈完了 第二个部分资本沉没了怎么办 就是凯因斯遇到的第二个问题 帝都人民币 我国的大量资本沉没于房地产漫长的产业链里面怎么办 要不要启动房地产 要M乘以V 这个时候VM不是不缺M啊 是V趋近于零了烂尾了吗 趋近于零了 那么我们的提法是第二个建议 国储房产 听着不是国家就企业 也不是就房地产 也不是一行长说的增加流动性等等 我们要求的是国储房产 把多余的房地产买下来 处备起来 时间的随着时间的退移 它会极有价值使用的 时间换空间 国储房产让地方政府地产商和老百姓手里的房产流动起来 让V转动起来 让资本可以从沉没中复苏 其实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资本的时间价值 为什么房产是有价值的 因为我们有2.9亿农民工 2.9亿人都必须拥有房产和车 而且不能拖太久 就要解决2.9亿人变成中产阶级的问题 我们需要那些剩余的房屋 只不过国储房产的过程 有一点点越加军北征的过程 北伐的过程 那些地产商地方政府可能要受损了 接过来比较低的价格 接过来解决了问题 然后把它还给没房子的劳动者 那些劳动者通过在第一里边 我刚才讲的第一条里边他们通过劳动就业 劳动所得的增加来解决第二个问题 就是国储房产的问题 做一个链条整体上动起来 第三个部分 我国现在如果想让地租人民币效果高能人民币转型的话 税改没有时间了 这次是必须通过税政改革 评议资本利得 特别是特殊行业的资本利得 比如像中金217万的平均公司 你想怎样啊 太过分了 要通过税收完成对资本利得的调整 让资本脱离资产类 不管是吃地租还是吃数据租都不行 让他们进入新能源和两化 完成外国的工业化升级 这个不是什么理论 这也不是哲学高度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良知 因为你需要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 你需要让你的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如果你又搞1983年 大英帝国在香港玩的那套东西 你又搞1985年 美国在日本搞的那套东西 你搞的还是你自己的老百姓 做甚了 做甚了 所以其实学通论挺有意思的 大家觉得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他又复杂 他又不复杂 他又挺理论的 他又很好用 挺好用的 在实践上面有动大意 所以像凯恩斯这样的才是大师 他真的是个好东西 是我讲的有点激进 好吧 关于策论的部分 我今天不展开了 我大概念叨念叨就算了 时间过得非一样的 我聊几句市场 因为我不聊市场 大家都感到迷茫 我聊几句吧 聊几句算是个交代 先谈一下子目前我对美国经济的看法 美国就业数据那么的好 所以美国因就业数据而忽略了连续两亿的GDP的衰退 复值 就是技术上确认衰退 但是就业非常好 这是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它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这里边就业数据里面需要说明三样东西 第一 这个就业数据不表达美国真实就业情况 因为他的就业统计里边 那些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根本不在统计之里 美国的新冠疫情死了百万级别的人口 受伤的人口是千万级别 就是有后遗症的人 很多人因疫情等原因退出劳动力市场 永久性的退出 其中很多是六零后七零后啊 因为他们在资本市场获得了足够的收益 就已经提前退休了 他们永久性的退出 所以美国劳动力市场是严重不足的 所以就业实业统计才表达的这么好 好吧 我看很多人不理解 我我告诉你听 即便如此这个数据也有问题 因为经济衰退与就业实业人数增加 有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的后制 也就是说到了今年的第四季实业还是会上去 因为经济衰退已经开始了 好多人说是开始了吗 是开始了 数据好像不像 数据总是比我们的判断要滞后一些 美国经济开始进入到滞胀 这个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但是滞胀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 两种可能性会偏向于哪一种呢 一种可能性 美国为了美国的政治家为了选举维持一个表面的虚假繁荣 就是让它资产价格不要大跌 资产价格不要大跌 商品价格上造一点假 维持一个虚假繁荣 实际上是掏空美元的做法 这个可能性巨大 那么美国下半年市场呢 可能让我们很难理解就是股市楼市都不怎么跌 甚至还有一个小繁荣小高潮出来 然而美元的价值载量反复降低 其实我们正在见证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有没有可能性美元贬值 这个美元不贬值自然价格跌下去呢 也有的 但这个概率于上一种选择来看是小 原因很简单 因为政客嘛 他总是选举的选举之上 可能他会采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还是倾向于确保资产价格 实际上美国的养老保险等等等等 都在这个资产价格上面 可能他们也无法接受资产价格深度调整的 这样一个历史性过程 这里边会不会出现一种诡异的现象呢 我们这些日子一直在模拟 就是如果美国人选择资产和商品价格不跌 那么大宗商品会怎样呢 我们现在的认为 以如此规模的M 即便是V有某种调整 那么他们涌入大宗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也就是大宗行情 大宗在短期完成深调深刻调整之后 可能会有一波我们所无法理解或者是了解 或者是无法言表或者是只能议会的一波行情 行情到什么程度呢 我最近在看香港这边朋友的模拟 其实 我有点惊讶 但我不便说出别人的结果 我只是说一种可能性 因为这平台上有好多朋友在做商品 啊 除了股票 债券也有 还有些朋友在做商品 做商品的朋友 多留点意义吧 因为M 就是QT缩表的工作 美国一直迟迟不展开 M没有缩减 现在加息只是压低V的速度 这个加息压V压不到 那么资产的价格做表达的同时 可能是引导散户引导他国资金进入美国 帮华尔街在高位把货接走 他们的钱去哪呢 好吧 美国就说这么两句 我说一下我们国内的事 我们的政策建议可能是明确的 但我知道现在转折关头要开会了 所以好多搞政策的人 可能还在固有思维里面 可能还在2021年第97的思维里面 你让他转入到新思维可能难度是很高的 可能难度是很高的 不过我个人仍然持有一个乐观的 其实我们在进入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各种的措施已经上手了 虽然重点不是在水循环 但也有水循环也有水利建设 不像我想象的特重点在水循环基础建设上面 立刻铺开直达乡村 而且是个综合性的 不光是水循环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 就是重整河山 再建国土 不是这么个意思 不是这么恢弘 但潜下去了 效果应该在8月底就有了 9月份就比较明显 第4季度会有一个小高潮的到来 会影响到股市和楼市吗 我想有些政策建议可能会被采纳 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结构上的逆转的可能性 就是不排除在第4季度中国经济 逆全世界的周期走出自己独立的行情 这个可能性存在 一切皆有可能 但现在仍然按既定方针办 其实好多朋友有意见 但也很多朋友很感激 没有在 因为是疾病方针 所以没有在股和债上面翻车 我最近香港的朋友很痛 香港的朋友百分之六七十都在债上面出了问题 股上面的问题也不小 都出了问题 所以意见很大 我想其实在重大的历史关头 其实请保态是关键 主要是给自己预留出机会来 我想今天聊天 今天是正式课 今天就谈这么多吧 明天下午三点钟 十一不缺 下周聊天的时候再聊他个痛快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明天8月7号就立秋了 七月流火够热闹的 明天立秋了重要的节气 明天聊立秋吧 明天下午好吧 行明天见